馬國明、唐詩詠、李佳琛 在白色強人裡面是三角關係 而網民看完之後 就大讚馬明和詩詠好登對 簡直支持他們現實都有進一步發展 證明他們看電影很投入 這是一個好事 因為我記得曾經有人說過 你們兩個好像兄妹的形象很深入民心 會不會出來的效果不知怎樣 起初有這樣提出過 現在發現我也不需要擔心 其實大家都很接受 那你們平時有沒有介紹一下對象給對方呢? 你要什麼? 我都不知道 沒有啦 都沒有 我都不敢介紹什麼對象給他的 怕介紹錯嗎? 是啊 因為他都這麼好 都不知道介紹什麼給他 最近黎諾爾就爆料 說拍劇的時候被李佳琛發脾氣 其實反而我是很少發脾氣的 但是因為拍劇實在是不能睡覺 是太容易燥底 只要你有一些事情發生了就會燥底 我是那些人我平時可以很忍得 但是去到一個位置 我一定要找出口 然後我就會沒事 黎諾爾當然是一個最好的出口 那個moment 因為那個moment不是對著他而是我 因為很多劇情都只有我和他 所以我就 有一次是有些 不知道 拍攝上的誤會 我就對著他 我說沒有理由 為什麼只你知道我不知道 為什麼會是這樣 然後我這樣響完一輪之後 然後他又覺得很委屈 從此我覺得 原來黎珊 平時是不是很少人 會這樣跟你說話 為什麼我只是怨氣重一些 他都會覺得我是罵他的 我們在思議中 會做各種的事情 當然 然後我們再去了 我再說